摩托3幻星版开起来到底感觉怎么样 话不多说 先来做一个百公里加速测试 那我两次的测速结果分别是4.6和4.66秒 和官网标称的4.4秒虽微有一点点差距 但是这个结果应该受制于地面影响比较大 我们测试的场地是一个较小的封闭赛道 实际上并非专业赛道 再结合胎压温度等等因素的影响 这个结果也并不意外 但不得不说的是换星版的这个加速感觉 还是原汁原味的有点老款摩托3P的感觉 这两个电机加上底盘和电控水平 还是那么的特斯拉 实际上7年来这套电控一直在漠不发声的进化 并不会因为是一个新款的车 让你感觉完全不一样 我自己的猜测是 如果不是为了和新版高性能版拉开一定的差距 后期官方再出一个加速包 那这个长续航其实跟高性能版的能力区别并不大 只不过有点可悲的是 特斯拉居然把急速限制在了200公里 如果电池不是用的磷酸铁理的话 我实在是看不透特斯拉这部操作 到底是想要干嘛 当然这次摩托3不仅有长续航行 还有了中国市场最爱的一样东西 那就是舒适性 换星版摩托3从你上车关门那一刻 你就能够体会到变化所在了 不仅关门声音更加浑厚 和老款相比开起来的噪音水平 让你都不敢想象 它们都是叫摩托3 即使我在这种连续的减速带上快速通过 它的表现不仅保持一如既往的有扎实感 没有太多的弹跳 同样在车内的噪音和滤震 都做的比老款要好太多 悬挂方面相对来说软了很多 这一点我前段时间在无锡参加车主大会时 也向中国区总裁王浩得到了求证 他本人也明确表示 换星版摩托3在底盘上做了比较大的调整 在连续过弯转向的过程中 我个人是觉得没有老款侧倾控制那么强了 稍微有一点点晃 说实话我不太喜欢这种感觉 对比老款摩托3高性能版那种紧绷扎实 丝毫没有动摇的不安感觉 这种运动特性中不可或缺的快感 不知道在新款的高性能版这方面会不会有所加强 当然总的来说 这个并没有丢失摩托3的运动基因 即使你想要激励驾驶 它依然能够给你足够的信心 我前面发静态评测的时候 有粉丝在评论区问座椅舒适性有没有变化 那我和搭档的感觉是前后排的座椅在动态体验中 它的承托包裹感觉会比老款好了不少 而且座椅也更加柔软了 再配合车内的NVH控制 说实话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这是一辆上海超级工厂主导研发的一辆车 只不过由于车辆的尺寸和轴距没有做什么变化 所以并不要期望它有什么空间上的变化 总结来说我在开这辆车之前 还担心特斯拉一直鉴定的总运动特性 会不会因为舒适性提升而丢失 当年老马为了不牺牲操控性 连续航都要让路的这种造车理念 也奠定了特斯拉操控优秀的口碑 体验完之后我这个一粒也算是打消了 只不过既然这次为了迎合市场需求而提升了舒适性 那以后会不会因为进一步的为了迎合市场需求 而再次调整舒适性导致运动特性丢失呢 我只能告诉你眼前的特斯拉是一辆操控和舒适性都能兼得的车 所以你们会买吧 点赞关注一起交流店